我两周前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 今天我就说说我在手术前 手术中和手术后经历的和感受的 先说我是怎么发现白内障的 我是近视 戴近视眼镜 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 但是这很多年下来 眼睛非常的稳定 度数 这边是450度 右眼是350度 多少年就这样 所以我的眼镜一直配好 我不是做了一集在中国配眼镜的视频吗 直接就是三副眼镜 一副是看远的 户外的 戴一个墨镜 墨镜也戴度数的 还有就不是在户外 在室内的 也需要戴眼镜 这就是两个眼镜了 但是这都是指正常的算远距离 到近些年发现 看电脑看不清了 就配了一副中距离眼镜 专门就看电脑 这个一手的距离 那他都给测好了 非常稳定 就是这副眼镜 这配完了很好使 好 然后近些年呢 又开始有老花了 老花呢 对于那些不近视的人呢 他就得戴老花镜 对吧 对近视的人呢 你就省了这个老花镜了 就是把眼镜 甭管远距离 中距离摘下来 直接看手机 看书 看字 这都可以了 那近些年呢 我就发现啊 我一个是看远的时候 特别是开车 我发现远距离的那个路牌 就是那高悬 高速公路那个牌子 看不是特别清楚 要到一定距离才清楚 这是一个发现 另外呢 就是我看电视 在家里啊 就是我现在撕视频的那个屋里啊 我自己的小屋 然后书房 我看电视的时候 那距离是固定的 坐那沙发 看电视 发现呢 就是怎么看就遇到模糊 这时候呢 我是两年一到眼科 就是拍眼镜的眼科医生呢 去检查 检查时候呢 他就说我这个右眼啊 有轻度白内障 但是呢 还不到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就问他 他就说戴眼镜呢 在配度的时候 这不管用了 这个就是 就只能靠手术解决 当时呢 我并没在意 那我就等着吧 大概等到 反正就是两年前 他在检查的时候 他说 你这个可以做了 熟了 ready了 这时候呢 他就给我 schedule这个白内障手术 在加拿大呢 看眼睛啊 和中国不一样 在中国你就直接去医院 眼科全部解决 在这儿不是 在这儿是 首先是眼科诊所 他这个眼医呢 他主要是给你检查眼睛 然后包括测量度数 配眼镜 他也一般都 这种眼科诊所 都搭配着眼镜店 那么如果检查出毛病 他就把你推荐到 叫眼科的一个相当于 眼科专医那里面 叫Eye Specialist 在那儿看呢 他是给你 不光是检查 他可以看病 可以治疗 做下一步的 这是眼科的专家 这么一个clinic 还有一个呢 这次 白内障 对吧 他不 我的眼科这个诊所里 他诊断出我是有白内障 可以做手术了吗 他把我推荐到这一家 这我是不做这手术不知道 这叫眼科手术中心 这个手术中心呢 他的医生啊 几个医生 全都是专门做眼科手术的 各种治疗眼病的 他不是官司给你开药 他就是做手术的 他们单独有诊所 这些眼睛医生的 眼医的诊所呢 他是手术是在医院 但是他开这诊所 做手术前的咨询 手术后 所有的一系列的服务 那我就被推荐到 这个眼科手术中心去了 见到了眼科手术医生 叫Buddy 是一个好像是个中东人 他呢就说 你这个稍微检查一下 说你这个眼睛 确实白内障 ready了 成熟了 可以做手术 那么我现在给你 schedule手术日期 大概要18个月 这是在加拿大 那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呢 他就给了我 这么一个小册子 他就说 你回去读一读 但是不着急 一年半呢 说你读一读 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 你有机会 去掉你的眼镜 还有一些费用 你回去再说 不着急 好 我就回去了 还有一年半呢 我也不着急 就扔到那个抽屉里 根本就没看 最后呢 是等了将近是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多 然后呢 终于通知我了 说的 你这什么什么日期 那就是9月18号 9月18号呢 他马上呢 他就把这个手术之前 一个月 就8月份 又预定了一个日期 就是手术前的 再到这个手术中心去检查 去之前 我这个东西也没读 是不是读了读 反正没什么印象 我心想一定要跟他谈 跟大夫谈的时候再说 你比如说费用多少 这个镜片怎么 我就没有仔细做功课 结果去了以后呢 这手术医生的assistant 就跟我做了一个谈话 其实他主要讲的呢 就是说 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 更换这个人工水晶体 给我整个做了一个 education session 就是讲了什么 四种镜片 我因为在这之前 没有做功课 所以就 吸了马度的 就听他讲 大概呢 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人体的这个 自然的水晶体 不是白内障了吗 就混浊了 所以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他这个白内障 目前没有什么 其他的治疗方法 就是手术 他手术是干什么呢 就是 把这个 人的这个 有白内障 那个水晶体 把它打碎 然后吸出来 那你不就 没有水晶体了吗 就是说他在安装一个 通过微创手术 现在这个 医学技术发展 非常的迅速 都是微创手术 然后他放进一个 人工的水晶体 这个水晶体呢 就是说 怎么放 都是说都得放一个 那么放什么样的水晶体 就很有讲究了 这个助理跟我讲的 就是讲 怎么选择 人工水晶体 他首先说呢 第一种 就是说 如果你的眼睛 没有近视 也没有远视 就是一个解决 白内障问题 就是叫单晶体的 这个水晶体 这个呢 就是你 你戴上以后 把白内障取除了 你原来看不清楚 看清楚了 这是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这个都属于 解决你眼睛 有近视远视的问题 也就是摘眼镜的问题 因为他反正 他是要放进 一个人工水晶体 他怎么放 都是放 如果呢 再借这个机会呢 他可以选择 多晶体的 这个水晶体 放进去呢 就可以使得你 摘掉眼镜 那我当时选的呢 就是 叫 多晶体 首先是 多晶体 又有好几种 有的是解决 远中近 三个距离 但是呢 晚上可能有 悬光 开车不好 那我是这个不要 我是晚上要开车的 那我选什么 我就选了一个 远距离 中距离 中距离指什么 就是看电脑 近距离呢 看手机 看书 我就选择了远和中 一般他呢 搭两个 或者有的人 不怎么开车出去 或有个老大车的 这样的 他可以选中近 总之你就是 主要的cover两个 这个 就是多晶体的 我选了远中呢 就是我进出的时候 我就带个老花镜呗 再说一下费用 这个如果你选择 这个单晶体的 这个呢 它不解决 你的眼睛的近视 什么远视的问题 它就是解决白内症问题 属于治病 所以呢 这个完全在 我们就是 加拿大是全民保险嘛 在安省的 这个健康保险里面 那么全部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选择 其他这什么 第二第三第四 这好几种方案 也就是多晶体的 这种方案 就完全自费 而且呢 自费你那个 安省的那个健康保险 一点都搭不上车 连检查都是自费 那费用是多少呢 我现在说的是 一只眼睛 它一般都是 一只眼睛 一只眼睛只 如果更换成 多晶体的 这个白内障手术的 费用是这样的 它一部分是检查费 一部分是这个 晶片费 这晶片相当于 是眼镜一样 放在你眼睛里面 眼镜 水晶体 检查费是大概700多 不到800加币 这个晶片费呢 是1300加币 大概 就是都是1000出头吧 那么这两个呢 合起来就2000出头了 那他告诉我呢 就是如果你的保险公司 有计划的话 可能就是你这个晶片部分 因为像我有保险公司单位 我们是两年内 报销一次眼镜 就说你这个人工水晶体 就相当于是眼镜 是它可能给你在这上 报销它的有额度 多少多少金额之内 80%好像是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就听懂了 那我听完了以后呢 就大概有数了 我应该选哪一种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能不能过两天告诉你 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他说不行 你现在就得告诉我 你大概选哪个方案 但是在一周之内 你可以改 但是必须在一周之内 因为他这个医院 做手术之间 他们就要定做 这个多晶体的这个晶片了 哎呦 这一下我就紧张 我说行行行 我说我大概就选这多晶体 而且我要cover远和中距离 这样呢解决我出门 我不用戴眼镜了 另外呢 我这个看电脑 不用戴眼镜了 拒掉两个眼镜 同时解决了白内障问题 因为我在之前在家里 没有做功课 所以光听他这么讲 我还有点不放心 你说又这么这么大一个决定 是吧 钱也不少 然后到底影响怎么样 我没怕自己消化不了 又是英文介绍 我赶快要拿手机 在外边等的时候 我就YouTube YouTube上面还太多了 关于白内障 全都是台湾的医生 讲的 然后我就看了几个视频 一下就搞清楚了 什么单晶体多晶体 应该选哪个比较好 大概就有数了 这样呢我就定了 在见医生的时候 我又问他一下 因为你看单晶体的就是免费 多晶体一下花2000加币 这还是一只眼睛的 然后我就问这医生 我说那我要是选 省里这个免费的 这个单晶体的 我不是看远就能看清楚了吗 那我看电脑 或者是在家里什么手机 我再戴眼镜呗 他说你这个看那个 dashboard开车的时候 看不清 这可吓我一跳 你想 因为你要是看远能看清楚 你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那眼睛得看那个表盘呢 那看不清楚怎么办 所以我就OK 他说你看你一生 就这么一次眼睛 给自己投资 而且你还有保险公司 可以报销 你的医生 眼科医生非常赚钱 因为他这里很大一部分 是私营的嘛 所以呢 敲定了 我就是选多晶体 再说呢 做手术 我发现在那个等手术的 尽管我是按点去的 他都给你 让你提前来一段时间 按这个点 你绝对得按那个点去 全部大多数都是老人家 而且都是做眼科手术 这是眼科嘛 然后龙患的很快 这个进去 然后过一会就出来 同时有四个眼科医生 在不停地做手术 那做手术呢 在这之前 好像他这个做了一个IV 他说给你 给你打一点 可能是镇定的药 他说是管你的精神上的 另外呢 然后到里面以后 他那个到底怎么实行的麻醉 好像我还以为 他要打一针什么的 哪里 实际上呢 他是我感觉啊 就是把那眼睛 就是抹了一些像什么褶的那种 这是我感觉 抹得满满的好像 然后就听着他医生和他的助理 说话 然后呢 都从空 15分钟可能就是 然后呢 就做完了 真是一点感觉没有 一点都不疼 我这个人是特别怕疼的 特敏感 这个神经 一点都不疼 然后呢 就出来了 好 现在做完手术以后 就得回家 这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之前就安排好 就是 这个开车呀 你是不能开车的 医院明确地表示说 你必须要亲友开车 不能够自己开车 也不能打出出车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他的手术就得延期 其实以前呢 我听我老公说过 他做了两只眼的 白那张手术以后 他说 描述说 摘一下那个眼罩以后 哇 一看 简直就是一个 这个清晰的世界了 他说简直就像 眼前一下膜 摘掉了一层 那个脏的膜一样 因为这个比特别形象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着这个 所以我以为呢 做了手术 他把你这个是蒙着的 也不知道蒙一天是怎么样 结果我出来 根本没给我蒙 但是呢 眼睛是 迷迷灯灯 反正是看不清 我就是瞇着眼 怎么说 但是没有蒙啊 同时呢 预约的就是 马上当天下午 也就是他要求手术以后 是过了那么四五个小时 下午就到那 眼科手术中心 到那去 还是这个眼科大夫 他上午的手术吧 下午他就到中心去了 然后做复查 看看怎么样 然后给你一些医嘱 那他就说 我这个一切都很好 然后我马上问他 我能不能开车 他说他 现在可以了 就可以开车了 那么我这个眼睛呢 这是当天啊 回来以后 整个现在两周了 根本就 最好就是一点都没有疼痛 稍微有时候觉得 眼睛里有东西那样的 这很正常的 那就是 你要求做 就是滴眼药水 大概要滴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呢就是 眼睛绝对不要进水 所以你洗脸洗澡 这都得注意 我都是拿脸铺 那么湿毛巾这样洗 我记得在之前 看那台湾的视频 他就说 术后一个月不可以洗头 或者你得躺着洗头 我心想啊 难道他发廊里去洗头 我说这怎么办 这不洗头 我真是要命 我这两天就得洗 不洗就痒 更不能做视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呢过了 手术以后过了几天 我就这么洗澡 洗澡的时候 就头使劲仰着 这么着冲水 头还是洗 解决洗头问题了 然后再说眼睛的视力 第二天 第一天不是瞇眼睛吗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正常 瞇瞇瞇瞇瞇 第二天我去遛狗 我还没戴眼镜 刚起床 一看 我可以看清楚了 不戴眼镜 大概差不多 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视力是什么情况 我把这个眼睛一蒙 我现在看的 就是我老公描述那个 整个一个清晰世界 非常的清楚 颜色 清晰度特别的好 但是呢 一蒙这个眼睛 完了 这还是军事眼的呢 所以我说 一眼一世界 但我就知道 一旦这个眼睛如果做了 那我简直就自由了 我心想我戴眼镜 都戴了50年了 从青少年时期 现在能够摘掉眼镜 看到一个清晰的 这么清楚的世界 真是太美好了 那带来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现在 是一只眼做的 所以麻烦在哪 我现在呢 就是不戴眼镜 看远处 我估计是一个 0.8的实力 就是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像一只眼 这么清楚 但是呢 就是下降了些 但是基本能看清 我现在眼镜 反而成为一个 很麻烦的 我不知道戴哪个眼镜 因为戴这之前呢 我就在想那问题 我说 呦我做了一只眼镜 那个眼睛还不行 那我这个 到底怎么 我怎么开车呀 我怎么走路 我也没经验嘛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错误的决定 大家稀奇就要紧 我就跑到眼镜店去了 头一天 还压力挺大的 跑眼镜店 我说你看 我要做白眼镜上 你现在 把我这个眼镜 这不是原来的眼镜吗 眼镜 我就是一个 平光的 不戴墨镜的 这个 就是 看远处的 我就说 你把这个片 给我换掉 给我换一个平光的 这是我自己的老 这个想 我这个眼镜 是去掉脸镜 我换成平光的吗 左边也没变 还是这个 好 就这么配了 结果呢 回来以后 我发现 哎呦大问题 你看这个就是 我眼镜框很多 这是中国买的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是 原来的晶片 这是新的平光镜 一看 理论上都没错 但是我整个 一个就晕了 就在这一个 我好像在云里 物理走路 就是busy 就是晕 自己脚 不知道在哪 就没法戴 非常不舒服 所以根本不适用 所以现在 我就变成什么样 我就不戴眼镜 就是 一般的举例 我不戴眼镜 但是呢 看电脑 还成问题了 这个是我的 电脑眼镜 戴着电脑眼镜 现在我如果 不戴电脑眼镜的话 中级的看电脑 近也好 哈也好 做完手术以后 完全看不清了 好 我戴上原来 这个眼镜 也变成一个 看电脑呢 不如原来好 所以我就 问大夫 在复查的时候 他说呢 做这边的 眼睛手术的时候 他说我给你解决 他说我可以把你 这只眼睛呢 做成中距离和近距离 这样你综合起来呢 就是三个距离 就都cover了 哎 你看 所以我发现 这整个 就做这个多晶体 这个 它是要计算的 所以它为什么 它检测 它也要自费啊 它给你测了 说你的眼睛的尺寸 然后它这个 你的度数什么样 而且它那个医生 根据你的情况 它是完全可以设计的 远了近了 然后特别是 一只眼睛做完以后 看怎么样 它那个眼睛上 它就计算 我就告诉我 直接我现在 对脑看不清了 这怎么办 他就说 他在做 左眼的时候 给我把那个度数 给调整回来 这个就 我很期待 那么这只眼睛 什么时候做呢 我马上问 他说呢 如果在医院做 要是六到九个月 schedule 如果要是 在我们私人诊所做 就是不一定 在它这个中心 它可能租的其他地方 我都不知道 也是可以做 要另加一千加币 这个多长时间 六周 就可以schedule 就这些 你要是不做 这个白内障手术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总之呢 现在呢 我就变成这样了 现在基本上 平常呢 不戴眼镜了 就是这样 看个零点八 凑合看吧 要不的话 其他眼镜不合适啊 不戴眼镜是挺好 但是发现 戴了这么多年眼镜了 你看这个 年纪也大了 眼袋也出来了 这眼镜压的横也出来了 反而是不好看了 是不是